下午好 欢迎出席今天的例行记者会 我们注意到当地时间11日 古巴部分地区发生游行活动后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第一时间亲赴事发地现场 倾听民众呼声 并于12日发表电池讲话 主方坚定支持古方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上 所做工作 正如古方指出的 美国封锁 是造成古巴药品短缺 能源紧张等问题的根源 近期 联合国大会第29次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 商业和金融封锁决议 这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 美方应全面取消对古巴封锁 为古巴人民克服疫情影响 发挥积极作用 我愿强调 中方愿同古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坚定不移 深化两国友好关系 2 1 2 3 感谢观看